真的有人發問了 之前都是自己在製造字眼 之前都是睡夢夢到的問題 好像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約會最傻眼的經驗 以前單身的時候大學的時候 他用叫我軟體 然後就遇到一個帥哥 他有點像爸爸那種 他有去見那個房子 胸肌很大塊丟塊腹肌 就很壯很帥的小鬍子 然後平常都穿西裝 而且他早就去吃飯 然後就引到一個 gentleman 他說要不要來我家 我說of course why not 然後就去他家 他家就是在海山附近 是那種別墅的那種很漂亮 他就問我說我沒有什麼變態的嗜好 我就說我沒有什麼變態的嗜好 他就說其實我很喜歡拿鋼鐵 鋼鐵三眼丹螞蟻 他很喜歡看這種畫面 但是像你去他家你也不能拒絕 我說好好像可以試試看 他就拿出了一個東西 想到牽拔是會有的那種 梳子什麼 他就拿一排出來 都是他時候記得的鋼塊 但是有那種很多形狀 還是扁平啊 扁平然後例如說有這種的 比較激烈一點 比較粗的 後來我才發現他是有老婆跟小孩的人 就覺得天哪也太興奮了吧 反正之後很久沒遇到他了 後來才發現他在家裡晚上 他是寫 Pure Button 因為我個人就是我很喜歡那種 長大了的TF Boy的那一型 我知道你跟我菜完全不一樣 對我跟他的菜完全不一樣 我喜歡零臉 你喜歡日本片打開來會有長頭髮 然後很帥 然後身材不要太好 我通常就立馬刪除 對對對 我反而是只要看到就是那種 這樣子的鬍子 然後頭髮短短我就覺得 下一步 然後有一次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對象 他就要約我出去 我覺得他自己本身也是個情聖 他就把我約到他家 然後我們就很順理成章的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這次就突然有打開門來了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我就說欸那個怎麼了 就是發生什麼事嗎 然後後來我那個長大的TF Boy說 這個是他的男朋友 他說美娃我不意接他過來的 然後我想說欸 幹嘛不意接他過來 他的另外一半喜歡看被幹過的屁眼 你說你就是這樣子然後給他看 欸我剛剛被幹過 他們兩個很少那個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一號 然後就希望我再給他一次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的屁眼在狗眼才很帥 他這樣 可是他的另外一半的類型 就是我說的 我不是很喜歡 你說那種 我是會喜歡的 所以我們兩個 跟他們兩個是合得起來的 因為我們可以一起四批 這個文章他說 他遠距離戀愛 他們見面的時候 他就會偷看他手機 然後他男朋友都有偷吃 然後他男朋友就跟他說 你自己要看我手機 你就要承擔起後面的那個效應 你自己要偷看的啊 那個感覺那個你自己要承擔 那什麼鬼話啊 因為這個網友的經驗我也發生過 所以你是覺得要分手 我是覺得如果遠距離 然後發現對方的偷吃 一二再再三 然後他偷吃才怪你 就分吧 大家都會這樣子講吧 對啊都會這樣子講 結束講完了 回完了 如果同志婚姻通過 你會結婚嗎 蛤 我覺得我不會 像我可能就是 走那種 比較知性 劉洛英啊 蔡俊妍 對 貴倫美 比較單身 一個人 對 對我想一個人 那你呢 我會結婚 但是還是沒有人要娶我 笑話 有一天有一個老婆問老公說 欸老公 如果有一天那個世界末日 我們剩十分鐘 你會怎麼辦 然後老公就說 我跟你狠狠打一炮 好像我的回答 對 然後老公就說 我會跟你狠狠打一炮 老婆說 那剩下九分鐘呢 可以 可以